武力犯台已无胜算,台湾已经来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蔡英文你有无这样的认识,眼前台湾的机会一瞬即逝,你有怎样的准备,图,资料照,张家明设在美国的保护下,台湾发展防卫武力,中共内忧外患,武力犯台,已无胜算,台湾已经来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蔡英文你有无这样的认识, 眼前台湾的机会一瞬即逝,你有怎样的准备,图,资料照,张家明设天安门事件,为了平息可能再起的动荡,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T7约,交换不满,以牺牲自由民主换经济改善,11亿消失 六四天安门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已禁运作惩罚,连战为首的一群台湾统派却无视中共的残虐,登陆中国,带台商投资中国,带入管理人才,把先进继数无设限的输往中国,为六四背书,为中共的经济打下基础 之后,中共以偷,抢,骗,抄袭,剽窃,取捷径,以国家之力,不公平贸易,图谋超日赶美 中国沿海硬体的高速建设,作为进步的障眼假象,用偷来的技术,仿冒成为世界级的爆发 不,霸凌邻国,南海扩张,抢取豪夺,称霸世界的目的,用不易制裁发展国力,毫不掩饰 中国扶持北韩,当作对美国勒索的筹码,火箭男金正恩终于踢到了铁板 川普当选,成立反共内阁,要美国再次伟大,军事威吓北韩契合,剑指中国,双管齐下,一石二鸟 川金会,抛开中国,与金小胖签下契合公报,驯服了北韩,中共被边缘化 川普,带领队中强硬派,专心对付中国,以巨卖晶片给中兴使,贸易战就此开打 靠偷,骗,抢,剽窃致富的中共,对美顺差3000亿美元,大言不为贸易战奉陪到底 只顾颜面,敢打豪,无胜算的贸易战,不顾自身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虚拟基础,在美国发动的无烟消战下,奉陪致死 说到这里,想提醒蔡英文与民进党,台湾要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变局,对中共的即将崩塌,中国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准备了没有,读过致命中国的川普,包括此书的作者是一群亲台又了解中共本质的反共强硬派 川普与其团队,促成通过了一连串的 友台,会台,保台的立法,台湾在美日共同的价值体制下受到保护 不审的航空母舰再加上金钟罩,中共叫嚣武统,已经毫无机会,换以买台,统战 第五纵队渗透,由内部捣乱破坏,如同温水煮青蛙,以图台湾内部致变,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为可怕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在美国的保护下,台湾发展防卫武力,中共内忧外患,武力犯台已无胜算 台湾已经来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蔡英文你有无这样的认识,眼前台湾的机会一瞬即逝 你有怎样的准备,中共政权一夜崩塌 混乱中你要如何应变,在中共无暇自保时 你要如何带领台湾勇敢前进,还是继续维持现状,中共灭亡 无力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还要中华民国是台湾吗,中国动乱,甚至四分五裂 要旁观还是反攻大陆再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是趁机宣布法里独立建立台湾国,后中共时代 你有无计划支援中国内外精英,建立自由民主中国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你要不要到意上支持屠博 东突基斯坦的独立建国,你在大力改革时 包括制线,证明改国号等还要处处看垂死的中共脸色 中国崩灭,难民问题你要如何因应,中共面临灭亡 你要如何帮助台商,留学生做未与筹谋的变局准备 美中贸易战,美国不再允许中国盗取智慧财产 贸易不公平,不平衡,看穿中国2025中国制造世界霸权 台湾要如何配合美日,你有无计划召开国安会议讨论军事 政治,经济等的应变与因应,对台湾内部中国同路人渗透反扑势力的手软 就是对自己人民的残忍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有备无患 提醒民进党与蔡总统,要带头领导,不是后知后觉 要国家的主人鞭打驱策才能清醒前进 专文属作者个人意见,文则归属作者 本报提供意见交流平台,不代表本报立场 查看原始文章